从事软件开发工作 性价比最高 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 字不如表 表不如图 图不如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教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新说 听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咱们上这课学了咱们 第一个模式方法 当然前面也学过 杠杠突出针 是在直接用各种方法 输出对象引用的时候 自动调用的方法 那作用就是 在输出对象的时候 得到对象基本信息 你可以把基本信息写在杠杠突出针里边 形成字符串返回 那这个杠杠突出针不需要参数 对吧 也必须返回字符串类型的 那这节课咱们再学一课 魔术方法杠杠杠C-R-O-N-E 那这个模式方法干嘛用的呢 那咱们想学这个干嘛用的 咱们就得先学会什么叫做对象科隆 对了吗 那什么是对象科隆呢 对 科隆对象 一样的 也就是我去复制对象 对吧 现在比如说 我这话有一个对象 我这书号方法里边把这个功能补权啊 啊 我把上面的 呃 这话吧 输出一个 啊 我的 名字是 我的 年龄是 我的 性别是 跟原来的例子是一样的 对吧 我们把它加上 输出这次里边的 名 输出这次里边的 年龄 还有这话 输出这次里边的 性别 是不是跟那例子一样了 现在 看一下 首先咱们看一下什么叫做科隆对象 科隆对象 这个概念 对吧 什么叫科隆对象呢 比如说我这样 现在我掉用刀猪P里边的说话方法 能不能把这个租签打印出来 可以吧 我们看一下 刷新一下 是不是可以了 现在如果这么多 看一下 把刀猪P2 等于刀猪P 我把刀猪P给刀猪P2 对吧 这算不算科隆对象了 因为调用P2的时候 里边也有这个说话的方法 你看 是不是也有这话的吧 但这个算不算是科隆对象了 不算 咱们说了科隆对象不太熟 但是科隆绵羊听过吧 对不对 杨多利 对杨多利 科隆绵羊 那个多利是不是跟原来绵羊是不是两只羊了 只不过这两只羊的基因是几乎是一样的 很像的 对不对 对吧 但是毕竟是两只羊 那科隆对象也得弄出两个对象了 那我们这看的是两个对象还是一个对象 我们用一个 咱说用一个吸垢 咱们就可以做得出来 杠杠BFTRUCT 对吧 这话我输出一行几个号 如果是有两个对象被释放 两个对象被释放 那这话 科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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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这个 大伙说这次里边吧 那 如果是有两个对象的话 那么他就会怎么的 释放两次 但是释放几次 只释放一次 说明内存中只有一个对象 那为什么是一个对象呢 咱们再来看一下内存结构图 对吧 比如说我把刚才这块假设叫做P 对不对 这块假设叫做P2 看到了吗 我把P付给P2 其实就把什么 就把一个地址 对 付到这来 他俩是同一个地址 所以他也是指向这个地方 只是同一个对象 两个引用而已 而不是堆里边的实际的对象 复制了两份 对吧 所以这种不叫做科隆对象 只是多一个引用而已 对吧 那什么叫科隆对象呢 在复制的时候 使用C L O N E 这个关键字 这个关键字放在这个对象前边 这意味着这词是科隆的意思 科隆P给P2 就相当于不是直接把引用给P2的 而是干嘛 而是把P的堆里边的对象复制了一份 把复制的引用复给了P2 对了吗 所以科隆对象是 使用谁啊 C L O N E 这个关键字 这关键字 这关键字不算大 对不对 所以那么你单独把它看成这节课 对吧 使用这个关键字 干嘛 科隆对象 也就是复制了一个对象 那内存中是不是就有两个对象了 对吧 那这位章材看一下 是不是两个章材 释放了两次 也就是相当于 我做了这件事 科隆了一下 就相当于在堆里边干嘛了 将这个对象 复制了一份 对不对 然后把复制这个引用给它了 看到了吧 两个是完全一样的对象 有两个引用 这个是在那么开发的时候 你要想获取另外一个对象 复制一下 你就工新创建了 复制一份就想对不对 咱平时的工作 喜欢都喜欢复制粘贴 复制粘贴 效率快 对不对 所以对于对象的时候 想重复用的话 也复制粘贴 当然还可以修改 对吧 因为毕竟是两个对象了 所以既然是两个对象了 跟刚才引用过 我给批二里边的 比如说名字我改掉 名字等于李四 对吧 批一会变猛 比如说我给多利打了一阵 对不对 而不是给原来的羊打了一阵阴下 好 那我们看一下 是不是这就变成李四了 就变成张他了 你看名字是李四 复制了一份 对不对 那有的时候呢 这个跟模作方法有什么关系 对不对 这不就是复制对象吗 复制对象都已经完成了 对不对 那有一个模作方法在科隆 对象的时候谁呢 杠杠西而欧为你这个方法 对用来干啥 首先先看一下什么时候它是自动 交用的 你看我现在没加这个方法 发生 我现在加上杠杠西温西 呃西 R欧文艺这个方法 对不对 我里边也不存任何参数 对吧 你看我这里边 IQO一行 Try 如果是自动调用的 如果是自动调用的 那么这个圈也就会输出 你看我加对方 它就会自动调用 你看 这么输出了 那这个方法知道什么时候自动调用的吧 模作方法是不是得都找到自动调用的 嗯 一个要知道自动调用 第二要知道加它有什么能够 对吧 不然的话你加它干嘛呀 对不对 嗯 那什么是能用它呢 第二就是作用 作用是干完的 那妹子问你构造方法的作用是干完的 初始化成员属性 是不是对象诞生的时候 初始化成员属性 对吧 那你记住 在面向对象里边 只要对象有一个新的 诞生的过程 那一些成员属性就要初始化 对吧 那你看看这话 科隆出一个对象 是不是诞生出一个对象了 对 那么针对他的属性 是不是就得要重新 指动对不对 而科隆这个对象是调用的过道方法吗 不是 只有拗的时候 新建的时候才是对不对 而科隆出对象不是调用过道方法 那科隆的时候是调用这个方法 所以这个作用和什么和构造方法一样 是对新科隆出来 对 科隆的对象进行出实化的 这样的话是不是有对象再生 怎么还有实化的 对不对 那咱们管这个 P是第一个对象 对不对 用P科隆出的P2 咱把P叫做原本 行不行 那把P2叫做副本 科隆出来的叫副本 这个名字 大家能理解了吧 原本和副本 那在这里边如果因为反正对象的成员 得用到这一次 对吧 既然有两个对象 科隆出来的原本有副本 对不对 那我现在想问的是 在杠杠CRONE这个方法里边 这个Z代表的是原本的对象 还是副本的对象 为什么是副本的 我是 科隆给这样的对象 对 对 但是不一定这么理解 但是在这个方法 Z代表副本的 因为是目的是给副本出的话 对不对 你不让他找不到副本的对象 因为原本的对象是不用改的 你进入原本科隆给他 主要改的是副本 对吧 所以Z如果还是代表原本的话 副本的出 你怎么说的话 所以在这里边Z是代表副本的 所以这里边名字等于 什么 科 科隆的张三 你看原来就像在我把名字改成张 科隆的张三 然后把Z字里边的年龄改成零岁 对吧 我这会儿就不错语故事了 刚科隆完是不是诞生了 年龄把它变成零岁 可以吧 原来是十岁 对不对 那性别是一样的 你看 说信一下 是不是科隆的张三年龄是零岁 对吧 所以记住在这个方法中 第三个 在这个方法中 $Z代表的是什么 对吧 是副本 代表的是副本 真的吗 那代表的副本的话 我们想象一下 所以就可以给所有的副本的成员出实话了 对不对 对 如果不代表副本就不行 那其实呢 它有一个代表原本的关键字 谁呀 其实在 但是这个呢 我也比较纠结 因为有的时候好识 有的时候不好识 还没找到原因 好识不好识的地方 什么呢 在 那个 对 其实在的是代表原本的 听懂吧 但是呢 这个我也试过多个版本 也试过找过各种网络 找什么原因 但是没找到 但是我有的时候 是好识的 是不好识 今天看的好不好识 不好识我也没办法 今天呢 也不好识 对吧 提示了 没有定义变量带的 对不对 没有围像 那大家也可以管这个 因为呢 这个是不重要的关键字 为什么不重要呢 因为 咱们只要找到 副本能处的话就行了 原本的要不要都可以 对吧 好 这就是我们这节课介绍的 另外一个文化方法 这个也介绍了 什么是科路围像 对吧 记住地点 这个方法 什么时候做能够用吗 科龙对象的时候 不能够用 作用 给新科龙的对象出手 对 然后呢 里边得有一个 Z代表的是部分 对吧 就可以出手 好 这就是我们这里面介绍的 科龙对象 那我们具体科龙对象的应用 这里边也都 咱们在科件里边也都有介绍 对吧 一定要记住 科龙对象和普通的引用复制 短号引用是不一样 对了吗 科龙对象是有两个对象的存在 那后期咱们在经常动到那样对象的时候 比如说原来对象不想动 想拿过一个复制一下用一下 平时他生活习惯都是复制再用一遍对不对 那常语的时候也会经常用到这样的情况 好吧 好 谢谢大家 这节课咱们就就到这里 好 再见 下次再见 按照 肠ys 咸 小 飢 。 一 小 小 小